不過今天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外面 有公民行動倒馬聯盟 拿著黨產的大蛋糕 說是要送給即將成為 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要他正視國民黨產的問題 蛋糕送給你 蛋糕送給你 一片心意 希望朱主席未來改革順利 如果一百天之後 他改革遇到了阻礙 黨內的大佬 比如說馬先生 或一些老先生 連爺爺有意見 任何人有意見 我們就push他 我們就發動人民 當他的後盾 來幫他討黨產 公民行動倒馬聯盟 特製的黨產蛋糕 底色是雪國民黨的藍色 上面還加上了好幾碟的 鮮奶油鈔票 還有巧克力金幣 要送給朱立倫 希望提醒朱立倫 他自己曾經說過的 不當黨產要歸零 不拿到黨部的服務台 卻被櫃台人員拒絕 因此他們也決定 在朱立倫就職的時候 再來送一次